哈喽大家好 我是喜欢打上海敲麻的凯哥 视频每天更新 欢迎大家收看 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给个点赞 或者关注一下 谢谢大家的支持 起手四个花 先把分项打掉 两对牌 一个顺子 这样的起手牌还行 有三对了 这个牌基本上没有门清了 俗话说得好 三对无门清 摸花杠七吧 现在搭子也七了 九筒出来直接碰掉 现在是一上厅 四万接着打 这个五条来得好 打掉八筒 因为九条出来过一张了 吃七条听牌 五个花听六九万 下家也听牌了 两花门清 下家的牌倒是看不出来听什么 因为打的牌也是有限的 统支应该是大概率不要 听嘛就听在腕子里面 或者条子里面 不看他手里的牌 感觉他是听在腕子里面 现在对家也听牌了 对家牌比较大 六花门清 下家听的还是比较隐蔽的 听的是六九条 八条倒是提前分的账 我上家手里应该是没有六九条 不然他应该是早就跟出来了 毕竟看着九条是比较 比较安全的牌 九万自末六分 还是九万先来 看一下第二副 两个花 七手牌也不错 先补花 补的三张牌倒是一塌糊涂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润处 摸七桶大背风 还缺一个搭子 打掉一万 上家打四条 不去管他 摸八桶打九条 对家倒是先停牌 摸六桶 万子不敢打 因为对家没打过万子 拼了一张七桶 摸六桶也直接打 因为万子不知道怎么打 感觉五八万蛮危险的 摸四条听牌 打四万 三花门清 听卡七万 这牌自己瞎分析 其实天门都不要万子 天门摸七万放冲 天门摸七万放冲 八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